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只要孩子回到我的身边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准备好了吗 有没有记住我说过的话 争取同情是唯一的胜算 眼泪是你最后的武器 关键事后想想你的儿子 现在继续开庭 沈班长 我现在要向我的委托人提问 可以 吴小姐曾经患上过产后忧郁症 是在产后吗 是的 当时孩子有多大 三个月 根据医生的报告 产后忧郁症是半年后就恢复了 是 那么在你患病期间 你是否完全没有能力照顾孩子 不是 我每隔几天 就会把童童借回家 只是 我当时情绪不太稳定 所以每次在一起的时间 不敢太长 童童是个早产儿 他比一般的孩子发育得要晚 体质也不是很好 比较容易生病 我还记得那次 我第一次看到他 从婴儿床上爬起来 他看着我笑 我就觉得 我有愧于他 我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生活 我没有好好地照顾他 在他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 他特别想抱我 可是我还没有跑过去的时候 他就从婴儿床上翻了下来 我觉得我的心都快停止跳动了 我当时蒲公一切 我抱着他就去医院 我在金城市里 我跪在地上 我求老天爷能把这个孩子救活 能把这个孩子还给我 只要孩子回到我的身边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一定会用尽我的权利 去照顾我的孩子 我让他健康地 健康地成长起来 也许 也许真的是老天爷 听到了我的祈祷 这个孩子他 他很快就康复了 从那一刻我就很明白 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只有这个孩子 只有这个孩子 他说我的全部 只有他 才是我活下去的希望 这四年来 我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个孩子 我很努力地工作 我真的是全心全意地对他 我求求你们了 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 我求求你们了 不要让这个孩子离开我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了